歡迎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台上兩位醫生分別是 渾身防護中心傳染病署主任張竹君醫生 以及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何苑霞醫生 首先請張醫生幫我們回報一下個案的內容 昨晚我們確診了60宗個案 個案編號是9285至9344 當中是30宗男、30宗女 年齡1至75歲 有22個是臨時檢測中心找到的個案 我們手上大概有接近30宗初步陽性的個案 那60宗個案今天沒有輸入性個案 全都是本地個案 本地個案有13宗暫時找不到源頭的 本地個案 另外47宗有9宗是中九龍隧道的工程的接觸者 另外有3宗是清衣的救護員 另外有3宗是港九小龍相關的個案 其中有2宗是工作人員 1宗是這樣的接觸者 所以現在的小龍總共有8宗個案 有6宗是工作人員和2宗接觸者 另外還有32宗是和其他個案相關的個案 另外就是我們做了強制檢測之後 在其中一個大廈 就是新田里街的26號的單位 發現比較多個案 另外當時做檢測的時候 也給了一些免費檢測給其他20、22、24的單位 也有一些個案是在兩個大廈的 在20那裡有兩個單位 其中一個單位是和中九龍隧道工程有些關係 就是相關個案 另外一個單位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 在22座 有一個單位 暫時未有源頭的個案 另外就是在26號 除了一開始我們有兩個單位的時候 一個是和將軍澳南鐵隧道相關 另外一個也是和他工作時在機場山跑的一些相關個案 正低就是有多六個單位都有個案 我們也有一些初步陽性的個案 牽涉多兩個單位 所以現在我們會再做一次強制檢測的公告 會包括所有在新田田街20、22、24和26號的單位 曾經在12月30至1月12日之間 身處在那裡兩個小時以上的需要接受檢測 如果在1月8日至1月12日之間已經做過檢測 就當已經完成了檢測 第二樣就是除了這個大廈 今天暫時沒有其他大廈需要接受強制檢測 另外就是早前在需要於1月4日前 接受強制檢測的單位就是平石村的三座大廈 包括金石樓、藍石樓和黃石樓 由於香港大學的污水氧本病毒監測 發現有持續的陽性反應 可能也有個案在於首次強制檢測未能發現 因此也會再進行第二次強制檢測 就像之前採雲的風窄樓那樣的情況 好,我今天的報告是這麼多,謝謝 現在請何醫生回報一下醫管局方面的情況 好,大家好 截至今早9點 在過去24小時 醫管局的系統一共情報了63宗個案 我們有一位公立醫院的病人離世 至今我們有155位病人在醫院離世 我們有56位確診的病人康復出院 至今我們有8,524名病人康復出院 截至今早9點 我們有569名確診的病人 分別在我們25間公共立醫院和亞洲博覽館 社區治療設施留意 其中41位病人情況危殆 35位病人情況嚴重 493位病人情況穩定 我們附額病床的數目是1235張 使用量是58% 至於我們附額病床的數目是678間 使用量是70% 另外馬加列醫院有報告 馬加列醫院職業治療部 我們再有一名員工初步確診 這位員工是一位職業治療師 醫院其實在上星期起 一直監察職業治療部員工的身體健康情況 亦有定期幫他們做檢測 這位職業治療師之前也做過檢測 結果是陰性的 昨天我們再幫他做檢測的時候 他就初步確診 他昨天開始有點喉嚨不舒服 1月8日那天 他曾經在製作壓力醫的多用途房工作過 由於職業治療部之前已經有三名病人服務助理確診 醫院就謹慎起見 同時也跟衛生防護中心談過 決定擴大追蹤範圍 所有在1月4日至1月8日 在職業治療部這間多用途室逗留超過兩小時 或者在那裏吃過飯的人士 我們都會列為密切接觸者 所以各位計起 結果我們有5名的職業治療師需要安排檢疫 連同昨天和上星期找到合共6名的密切接觸者 現在我們職業治療部總共有11名職員需要檢疫 另外病人方面 醫院亦已追蹤41名曾經在這段時間到過職業治療部的病人 發現所有人其實逗留的時間都是少於一小時的 沒有需要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但是審慎起見其實醫院都將這些資料交給衛生署他們跟進 這班病人當中其實有13位曾經拿過用醫車製作的康復用品 醫院亦都通知了這13位的病人 希望回收他們有關的康復用品 病人回到醫院的時候我們亦都會安排他們做測試 職業治療部已經進行了徹底的消毒 有關的地方其實現在暫時亦都停止開放了 除了緊急個案方面 其實職業治療部非緊急的服務是會在短時間內受到影響的 都希望病人理解一下 醫院會繼續緊密地監察我們職員的情況 會安排所有職業治療部的員工做測試 亦都鼓勵醫院其他職員都接受檢測 醫院亦都會盡量作出安排 同時間醫院亦都建議有關病人要注意身體的情況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盡量都會希望他們都安排檢測 如果病人有不舒服 應該立即去看醫生 第二樣和大家報告就是入院篩查的情況 公立醫院在去年9月起 其實已經全面為入院的病人進行入院的篩查 我們都希望透過篩查找到一些沒有病徵的病人 而又感染了病人 希望藉此大大減低病人在醫院大規模傳播的風險 至今其實我們已經幫超過25萬的病人做了篩查 結果其實都找到120宗陽性的個案 其中80宗是一些新發現的病人 屯門醫院有一名內科病人 他在1月6日當時做了入院的篩查 當時的結果是陰性的 病人亦都沒有病徵 沒有發燒 亦都沒有感染症狀 因為病人有需要轉到另一間醫院進行醫療程序 所以昨天我們再安排病人做測試 結果檢驗到藥陽性 不過醫院亦都在血液的樣本裏 驗動新型冠狀病毒的抗體 所以現在醫院繼續做緊密的接觸追蹤 醫院同時亦都會安排同房的病人 進行病毒的測試 亦都會幫病房進行徹底的消毒 同時都會跟衛生防護中心 繼續做這個個案的調查和追蹤 報告到這裡 現在提問時間 請大家先舉手 我同事交給你的麥克風發問 在發問前請介紹一下自己代表傳媒機級 第一位,這邊第二行最出的位置 你好,明報的 想問新田地街的單位分佈 可否說一說20至26是否同層 因為以我們所知四個號碼都是雙通 他們用同一個樓梯和橫行走過去 想問佔了全部單位的多少成都有確診人士 還有想問為何開初只會強制檢測26號 沒有強制檢測另外的號碼 因為其實他們都是雙通 好像一幢大廈那樣 是否當初做漏了呢? 另外也想問問青衣那裡 因為昨天FSD那裡 就是說青衣有一個 廣中澳有一個 剛才又說增加三個 總共有五個還是多少個 可否說一下總共的數呢? 還有剛才說過三棟的大廈 也想問一問 其實他們持續污水那裡 是多少天都有病毒呢? 就是首次強檢後多少天繼續驗到? 還有第一次強檢的時候 其實有多少人做了 有多少人未做? 謝謝 我們做強制檢測 都是會以最小的大廈單位 因為那裡有兩個單位是26座 好像我們之前有日出康盛那邊 都是有個左翼右翼 我們都是做左翼 但是當然也知道他有些傷通 當時也知道的 所以也會安排了一個免費檢測 給其他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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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的居民 當然當時也覺得 如果你再有其他座向或其他座 都有個案的話 可能也完全動作了 理解就是這樣 26座也是多些單位的 如果是20座就有兩個單位 22座就有一個單位 24座暫時還未有 26座就有8座單位 也有兩個單位是初步揚成的 所以我們也會覺得在新田地街的設計 他們是劏房 但是劏房我們以往的準則都是 如果他有獨立的洗手間 獨立的廚房 我們就當作一個獨立單位 如果大家一起用廚房 自己有洗手間 我們就當作一家人 其他人也需要接受檢疫 但是在這幢大廈的情況 看到這麼多單位 有些是同層 我們首先會把現在確診的單位的同層 都會列為密切接觸者 所以現在已經有單位的 無論是20座、22座、26座 同層的其他未受影響的單位的住戶 因為可能他們有機會比較近 以及看到這麼多個案 也有傳播的情況 所以在同層如果有人確診的話 我們也會送他們去檢疫中心做觀察 我們也會送他們去檢疫中 不是…都是26座 因為他們在那裡同層 雖然雙通 但是不近得那麼緊 我們都是26座 比如某一層 我們就整層 因為他們是劏了 可能有些渠或其他設施在裡面 也可能有機會共用也不一定 好 下一位葛偉琳 對不起 清衣那裡暫時總共是五個個案 另外是… 另一位葛偉琳 有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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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強健的數字 可能也要等到民政那邊才知道 詳細一點 那個渠那裡 污水那裡 據我所知應該是連續兩天 有一天好像幾個單位 另外另一天 昨天就是一個… 最新的就是比較高濃度的 各位老師 你有Cable 想問清楚一點 因為數字有點亂 就是新田地街那邊的爆發 想問多少個個案是新增個案 然後想問多少個單位是新增 就是有確診個案的單位 想你講清楚那個數字 還有想問一下 總共那裡同層的有幾個 因為你說26號有八個單位 其實是… 有沒有裡面是包不包一些 是初步陽性的確診者呢 想說清楚數字 因為剛剛我們太複雜 另外就是想追問一下數字 因為剛剛好像有些報導都說 那裡的劏房和那裡住的人 多數都是小數族裔 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他們不知道要強檢的人 一些情況發生呢 會不會如何去處理呢 如果當局 就是當局 然後就想追問另外一個 就是… 上星期 01 有記者去了港大那裡去做專訪 和梁卓偉院長 那想問他有沒有他的病人編號可以參考 謝謝你 那個… 新田地加26號 今天就新增了兩個單位 牽涉三個人事 所以加起來就已經有八個單位 另外還有兩個單位是初步陽性的 那今天都多了… 等等 都多了兩個單位在20號 就是剛才說是26號 現在有20號新田地加 有20號都多了兩個單位 是有個案的 另外就是22號都有一個單位 就是現在總共的數字就是這樣 那… 我知道民政那裡都已經貼了一些中英的通報 叫他們做檢測的 那我也知道有個別的確診人士 都收到一些帕門 就是通知他們去檢測的 那我相信民政那裡都做了很多事 是提示他們要做檢測的 總共的確診人數 新田地加20號應該是有五個人事 一個單位是三個人 一個單位是兩個人 新田地加20號 新田地加22號是一個單位是兩個人 而新田地加26號應該是八個單位 14位人士 不過有兩個是檢驗中心送的 即是確診的 總共的主要是兩個人 是否在哪層需要強制檢測 因為我們在哪層需要強制檢測 所有20、22、24、26的單位 所有居民都需要強制檢測 而有单位,例如26日有一个一楼的单位,有确诊人士 那层人士都需要去强制检疫 不是强制,是送去检疫中心 总共有21个人士,在那4栋里面 4栋里面有3栋是有确诊人士 现在有21个确诊人士 什么几层? 强制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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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单位确诊,同一层就需要强制检疫 强制检疫 下一位 英文问题 LTHK 如果您可以重新的确诊人士 如果您可以重新的确诊人士 以及多数人你认为要有多数人的试图 然后多数人会有多数人的试图 你也说了三个建设在柴 Hong 你说的那些人有多数人的试图 所以什么是会有多数人的试图 那些地方是否在那些地方是否在那些地方 谢谢 我明白那些地方是20, 22, 24, 26的地方 在一整个房子的房子是在四个房子 这些房子是在一起的区域 我认为他们可以通过 we observe more cases in 26, but we also have three units affected two in 20 and one in 22. so we will order compulsory note testing notice for all the residents in this four buildings essentially in one block because they are the old type, the traditional type buildings. And I don't have the exact number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whole block because I understand some of them they have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in one unit. For the sewage, I understand the sewage testing is an indication of whether there is any cases in the building. It's not an indication of whether there's a spread through the sewage pipe. This is a separate thing because I understand the Hong Kong U team they are testing the sewage pipes downstream so that if there's any positive result this may indicate there's upstream there may be undiagnosed cases in the building. So this is not an indication of whether the pipes are contaminated or not. I will answer some English questions from SCMP. Dr. Chuan, the outbreak in that building on the new Reclamation Street is linked with two clusters, right? The tunnel and the third runway. So can you clarify which cluster infected which one? And maybe some more elaboration on the new Reclamation Street buildings as well. And my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 how there are some experts are calling for harsher measures for the Chinese Lunar New Year activities. And we have heard reports that the Lam Chun wishing trees are being closed as well. Do you agre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impose more harsher measures for this coming Lunar New Year since we see a rise of cases spiking? And my third question is about the vaccine program. The CUHK, there's a CUHK study about how there's less than 40% citizens who don't want to take the vaccine. They seem to be distrustful, especially younger people. How do you think, why do you think this is and how would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try to incentivize people to take these vaccines? Thank you. The Reclamation Street, they initially we have two units related to the tunnel workers and also the airport workers. I mean, not workers, in the airport is a construction site in the third runway. So, what's the purpose of releasing which is which, I don't understand. So, but for the other units, they are essentially unlinked and related to compulsory testing results. And also one unit in the 20th of the Reclamation Street is related to Central Tunnel, I mean Central Tunnel, the work there. And the other units in the 20th Reclamation Street and also the 22 Reclamation Street is unlinked cases at present. So, I understand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of all the factors including public health consideration in advising the social distancing measures concerning all activities. I do not have details. And I also do not have details on the vaccination program. The next one. That one's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one is the center of the Street View. The third person, I do not have details on the valence of the Newinet College in the entire neighborhood. I do not have details about the Alberta Valley City and the other units. Well, I do not have details about the ares of important places like community health that are a lot of communities. This is the İtergh design. If I do not have details about the pandemic that are not real, I do not have details about the social distancing. I do not have details about the issues. I do not have details about the problems. Our family is the work that are not real. I am in the case of the city of theelaideal and the localica treatment system, I do not have details about the actual information. 地盘工人群組,有沒有機會那棟樓會不會是地盤工人的宿舍呢? 也想問清楚各個棟有多少個單位牽涉地盤群組? 26號單位一開始就有兩個單位是有確診個案,兩個都是有分別的群組相關的 一個是跟將軍澳藍田隧道的工人相關,另一個是較早前在機場三跑有一個小型的爆發 然後其他個案就是強制檢測找到的個案,陸陸陸陸都有個案 我看過那些個案不是像宿舍那些,也是有些家庭 當然也有一些是外傭各樣的,你們學家說少數民族是比較多的 另外在20號單位有一個單位是跟中九龍隧道相關的個案 另外一個單位暫時找不到源頭 總共現在在20號有兩個單位,有五個人是個案 其中有兩個是檢疫中心重遠的 另外在22號單位就是一個單位有兩個個案 在26號單位有八個單位,有14個個案 其中有兩個是檢疫中心重遠的 另外我們也有兩個初步陽性的單位 一個單位有三個個案,一個單位是一個個案 我們知道每一個劏房都有獨立的洗手間和廚房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之前的劏房都是有共用洗手間 總之它有一個通道出來,有共用廚房和洗手間 我們都會當作一家人送去檢疫中心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獨立的 但是獨立得來,可能他們改造時也有機會是有些相通的事情 所以我們看過現在的情況 也覺得他們就算是獨立來說,也可能是比較緊密的 所以他們有同層,例如一樓,20號單位,一樓有個案 我們就一樓的整層 其實好像都是幾個單位 會送去檢疫中心 如果是四樓五樓,即是那些未有發病的個案 因為有發病的個案,應該整家人都送走了 未有個案,我們都擔心他們可能有機會是已經驗疫 或者未來有機會驗疫 所以都會送去檢疫中心 這個也很難說 下一位,這邊先 單位醫生好,蘋果日報 也是想追問新田地階 其實2022、24、26 是哪一層有個案,還是七層都有 所以說不完 而且要送去檢疫中心 你剛才說整層幾個單位 總共有多少人送去檢疫中心 他們之間工作性質,或者是相不相識 渠管和環境污染 有沒有研究過暫時的估計他們是怎樣感染的 之後再想問26號的大廈 其實我們看到門面是比較亂 樓下的人是兩條交界的負責人 他們搞不清楚是新田地階26號 還是可能是寧波階26號 其實你們追蹤方面 26號強制檢測那次你們做了多少人 佔你整個大廈有沒有做足 會不會找警方跟著名單去看看 強制檢測那些人有沒有做足 最後也想問回 剛才沒有回答梁卓偉教授 可能同一位確診的記者 在上週五見過面做過專訪 我想請教一下各位記者 有沒有去過 例如現在430記者會 他們有沒有高危因素 謝謝 強制檢測的數字我自己沒有 我知道民性署 應該有跟進強制檢測人士的數字 因為我們也要找回 例如同一層的其他住戶 需要送去檢疫 所以也請了警方幫忙 因為我們沒有名單 他們同一層住的 不是一個公屋 或者不是一個名單 也要找回那些名單 才可以送回他們去檢疫 這個也請了警方幫忙 我們以前不偶爾也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我沒有那些數字 在個別的個案 我不會特意說 哪一個人是否緊密接觸者 或者各樣 一般來說 如果他是發病前兩天內 是有接觸的那些 或者是沒有戴口罩的行為 都是屬於緊密接觸者 20和22不是多層的 都是有兩層 即22有兩層 20一一層 不是20一兩層 22一層 26也有很多層 我想是14567 就是要數 我沒有名單 所以要找… 很難說這些 但其實 因為如果你出入入 尤其是行樓可能都比較逼劫 也有可能是有很多因素 很難說是 一定是怎樣 下一位那邊 第二行灰色外套 廖長醫生 TV 首先都是追問新田地界這四號的情況 我沒有說你手上現在有多少確診的編號 還有他們大概發病的日子是多少 看看有多少在手 第二 也想跟進問 其實現在這個新田地界這四號的樓宇 其實我初步看那個爆發的原因 是不是涉及到一些劏房的建築結構 一些喉管 還是可能之前有確診感染傳下來的情況 所以有一個爆發的情況 第三就是想跟進回昨天有個健康助理 就是有一個確診和一個初步揚醒 想問回這個初步揚醒的健康助理 是不是變成了確診的個案 有沒有編號和詳盛 謝謝 我想新田地界的編號 你等我們上網那個就會準一點 其實我們做了強制檢測 就是那個在大廈裏做強制檢測 去到現在 包括今天 大概已經有五十個人是接受強制檢測找到的 不僅是新田地街 找到更多個個案 不過因為這是一個舊式樓宇 和有少許劏房的形式 我們就覺得可能傳播的機會大些 但是其他的四五十棟大廈 都有很多個案 強制檢測找到新的單位 所以我覺得在香港的情況下 在這個高樓的樓宇裡 其實大家真的比較密 很容易有機會有不同形式的傳播 當然包括可能有機會到喉管 之前說的抽氣線 你共用設施 或者有時候在門口搭電梯 打招呼 各樣 或者是下去下面跟人聊天 也有很多 或者大家又會用一些商場 其他設施 在樓下公園又聊天 聊天 這類的東西 可能都是一些因素 很難分得清究竟 這棟大廈一定是怎樣 那棟大廈一定是怎樣 當然如果分佈是很明顯的 打橫打動得很厲害的那些 我們當然也會懷疑 可能它真的有些特別的傳播 但是可能大家都要覺得 留意其實這類所有大廈 都有機會是有這類的傳播 無論是 例如我們 三座我們也有三個單位 是緊濟檢測找到的個額 之前兩個這樣 這個也算是比較新的大廈 可能也是有多種的原因 會令到這些 同一棟大廈的地方的人 有些傳播 我們回答最後兩位 那位女士先 接著再向前面 醫生你好,經濟一部 首先想問一下 新田地街 就是說今天26號是新增了3宗 但其實昨天單日已經新增了7宗 為什麼昨天沒有公佈 而今天才公佈要再去強檢呢 還有裡面 即今天新增的那些人 有沒有說有多少人是有病症呢 剛才你說14、5、6、7層要送去檢疫 但是就沒有名單 會不會擔心有些人已經撤離了 或者找不回他們呢 另外也想問一下 今天先達那裡有沒有再新增多少個案 有沒有 case number 還有港狗小倫那個 case number 也想知道 昨天未有20、22的單位受影響 今天發現其他單位也有 26是接受強制檢測的單位 我們預期可能會有更多個案 所以今天會公佈要多送其他再做強制檢測 當然我們也發現如果20、22都有這個情況 就有機會同層的人可能會有些高危 所以都需要他們做強制檢測 先回答我不是太明白為何一定要問那個個案 小倫 小倫 9309是接觸者 9313和9342 最後是各位男士 你好,AM730 首先想問一下追蹤 現在其實有沒有追蹤到兩層的密切接觸者 做法都說了很久 其實現在有沒有做到呢? 如果沒有的話 為何沒有聽專家的意見去做這件事呢? 另外想問一下新田地界那裏 想了解20和22號確診單位的流程是多少 因為剛才提到如果同層要檢疫 其實是否就是20至26號 只要其中一個座號有確診單位 這四等都要檢疫呢? 還是只是門牌那裏呢? 所以想了解20和22確診單位的流程 還有26號開頭兩宗個案都有源頭 為何會符合一個強制檢測的條件呢? 因為開頭就是說 只要一宗沒有源頭才會 另外想跟進一下平石那兩座 驗到有病毒的頭管 知不知道是不是來自之前有個案的那個單位的座向 青衣救護站新增那三個救護員 有沒有去過其他局或者救護站 還有有沒有接載過確診病人呢? 最後就是想問剛才行家提到馬嘉烈 那位昨天初過確診的助理 有沒有她的個案編號? 麻煩你 我不是太記得新田里街26號的時候 我們做的時候應該是有兩個還是三個單位 當時是…我現在不是太記得 應該是兩個還是三個單位的 我們那些緊密接觸者的家人 最近都開始叫他們都要接受檢測 但這個都是建議 20號單位是四樓五樓 22號單位是一樓 平石川 你問什麼? 不記得了嗎? 你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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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它整個…它不是一個座向 這樣找到的 就是… 對我所知 它應該是… 1月11號的樣本 就是… 就是… 金石樓的樣本是… 楊盛 那… 是… 比較… 高濃度這樣 然後… 在… 1月… 10號的… 楊盛 就是… 有一個… 是… 藍石樓和金石樓一齊的樣本來的 就是… 它的渠是… 有些是… 可能是兩個… 單位一起流出來的 就是… 它拿了個樣本 這樣 所以也是覺得可能… 那裡整個… 三個單位… 都… 三個座… 都… 有… 有機會有個案 我們現在… 比二十就是二十那層的 就是… 都是分開那洞 因為它是湯的嘛 所以… 它可能… 湯完了那些… 都是有機會… 是… 共用一些… 設施… 這樣… 這樣… 救護員那裡… 那裡… 應該是… 四位… 在清衣那裡工作的… 另外… 有一位… 就是… 在… 去了清衣那裡… 因為做完事… 就在那裡… 洗車和洗澡的… 所以… 都是… 同清衣那裡相關… 那裡… 那裡… 有些… 確診個案… 但是… 都是… 穿著防護裝備… 我們沒有發現… 有些… 穿漏了… 或者… 有些… 高危的… 程序… 是需要… 他們做緊密接觸者… 因為… 他們的工作… 情況就是這樣… 當然… 我們也是覺得… 這些… 這五個個案… 都是相關的… 都可能是… 共用一些… 洗澡… 換衣服… 各樣的… 所以… 都有… 比較多的… 工作人員… 是需要接受檢疫的… 病人是… 9343… 我們簡短… 明確保問吧 想問准則… 因為現在有… 13… 4… 5… 6…7層… 其實… 佔了大部分的樓層… 都已經是… 有確診… 為何不會像之前那樣… 就是… 整個同座向的… 都要檢疫… 或者是同層… 都要檢疫… 因為其實他們… 都是雙通的… 還有我們的理解… 可能是… 唐樓… 他們的設計… 是更加殘舊… 渠館更加容易… 已經有問題… 為何… 同座向這些… 因為他們一定是同座向的… 因為一個行的… 一個單位… 為何不做完這一步… 麻煩你… 我們沒有覺得… 那裡的渠… 或者是… 需要… 整棟樓切離… 只不過覺得… 可能… 就算劏了房… 可能也有機會… 比較密切… 而且… 其實… 它上上下下下… 可能也會比較密切… 當然… 我就不可以說… 如果是… 可能要整棟… 或者是… 整棟… 都需要撤離… 都未定… 好… 那是否K保… 有簡訊報問… 新田地界一樓… 想問… 26號是強制檢疫… 還是… 即是同層的一樓… 即20、22、24號… 用不需要強制檢疫… 即是… 都需要的… 因為覺得… 設計可能都差不多… 所以… 就… 20… 比如20的一樓… 就是20的一樓… 要檢疫… 意思就是說… 剛才14、5、7層… 同層… 譬如… 26號都有… 26號的單位… 如果26號那一層… 有單位… 那26號那一層… 其他單位… 就需要檢疫… 如果20號有一層… 即是那一層… 只是20… 或者只是24… 或者只是26… 有單位…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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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不是… 我們會送去檢疫中心… 但是… 那四樓… 全部都需要強制檢測… 即是四樓… 可以嗎? 四樓… 四樓… 都需要強制檢測… 即是檢疫… 但是… 因為它劏房… 所以… 有單位受影響… 雖然它分開了… 洗手間和… 廚房… 我們都覺得… 可能都是當作一個單位… 需要檢疫… 最後… 其實… 如果它劏了… 它是同一個單位… 就可能有這個情況… 所以… 就要送去檢疫… 就會快些… 檢測保密… Jason… 不好意思… 保密… 其實26號… 14567… 都有確診個案… 要送去檢疫中心… 其實… 剩下二樓…三樓的居民… 他們都會… 很擔心… 為何不傳動… 送去檢疫中心… 還有你們還未檢測喉管… 是否… 有播毒的風險… 為何不整座的居民撤離… 是否… 檢疫中心不夠位… 還是有甚麼問題… 嗯… 我想… 這也是看大家覺得風險… 我們覺得同一個… 現在整個大廈的人都接受了檢測… 其他的應該是接受了檢測… 暫時就未有個案… 我沒有名單而已… 但是… 民政那裡應該有… 在那裡… 就是… 幫忙… 在那裡… 讓居民做檢測… 但是… 如果這個同層的其他單位的名單… 我們現在就請… 警方的同事就會下去… 再提清楚哪些是哪些… 今天記者會到此完結了… 多謝大家…